大家好,这里是卫米时计 把生姜和牙膏放在一起 原来作用这么大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赶紧分享给大家 生姜和牙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比较常见 一个是去腥增香的生姜 另一个是我们早晚都用得到用来清洁口腔的牙膏 把牙膏挤在生姜上面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妙动呢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把一块生姜放入碗中 加入一勺盐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生姜清洗干净 我们都知道 生姜是生长在地下 表面会有很多的泥土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生姜清洗干净 把洗好的生姜放到案板上 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的黑姜把它放在料理机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把生姜打成泥 可以多打几遍 打的方法细腻一些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漏网过滤一下 滤去残渣 过滤好以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空瓶子 先把瓶盖拧下来 然后用剪刀或者用针 在瓶盖上面戳一些小孔 操作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 以免伤到手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把姜汁倒入瓶中 往里面挤入适量的牙膏 1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用手拧紧平盖 用力的左右晃一下 把牙膏化开 当里面出现很多小泡泡的时候就可以了 放在一旁静置三分钟 用这个来清洗灶台 厨房里面的油污非常的有效 这个是我们家的电风扇 在厨房里面放一个礼拜就已经很脏了 像这样重油污都非常的难清洗 先把电风扇拆下来 接着再把姜汁倒一些出来 用纸巾蘸取适量的生姜牙膏水 只是轻轻的把风扇擦洗一下 牙膏生姜水可以有效的软化 顽固无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的油非常的容易清洗 轻轻的一擦 油污全部下来了 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 不以后的功夫 我们的电风扇就已经清洗得非常干净了 有的朋友说用清洁剂不是更好 清洁剂的去污能力的确很好 但是每次在用清洁剂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股刺鼻的气味 而且用完后很久都不会散去 如果长时间接触的话 对我们身体非常的不好 而我们自制的生姜牙膏水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生姜中的生辣成分是一种挥发油脂 可以有效的软化和去除污垢 而牙膏具有很长的去污能力 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有效的清洁剂 用来擦拭盘子上的重油污 还有我们炒菜锅中的油污都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还能省一大笔买清洁剂的开销 既保证了健康还省了钱 真的是一举两得 喜欢的话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这里是温宁实际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即使 teria不舒服的 我们下期待给 여러분 下次呗 今天话 今天 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